8月11日电影《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间剧行 编剧汪洋、鞋、陈少尉、丁华铭等电影主创人员、媒体经济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近800人出席了发布会 著名标艺术家金雅琴、庄精灵等纷纷出席以实际行动支持这部公益电影 发布会上投资方表示会将本片的部分收益捐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来救助200名贫困先天病患儿 著名表演之家金雅琴在发言中表示 希望能尽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来救助全国贫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发布会上推出的都是爱情、婚姻、家庭、真爱系列影片三部曲 《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 爱了我就跟你走 明天你还爱我吗 发布会当天隆重推荐首部影片 《我想结婚的时候你在哪》 继影片出品人编剧汪洋套路 有望邀请到明道汪东城担任该片男主角 女主角方面吴瑶车小都有望加盟 他们将在今年9月中旬的开机新闻发布会上亮相与影迷互动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